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說 科興藥廠預料在今年第四季 才會一次過向港庫申請 蝦條接種年齡下限至3歲 吳卓賢報導 12至15歲青少年打針 暫時只可以打復必泰 想打科興可能最快都要等多4個月 科興其實他已經前晚通知了衛生署 他會等到他有第三期數據 和多一些實戰數據 他才向香港申請調低年齡下限 暫時還沒有? 他估計是今年的第四季才會進行這個申請 他們可能稍後的時間才一次過 申請調低年齡去到3歲 政府推出疫苗氣泡 由僱主要求未打針的僱員可能要停工 是否殘疾其善? 憑機會說要視乎僱主的做法 是否合理和必要 各行各業都不同 不能夠一概而論 你不打的話 可能你不可以在這個區域工作 你可能要調去別區 這個待遇的差別可能很小 變成合理性需要性就會大 因為他可能對僱主的業務 會影響最小 甚至有幫助 柱文健說 如果員工打了針 才可以加薪 拿到獎金和出商量 做法是合理 但可能不是必要 有機會受到法律挑戰 有線電視記者烏卓賢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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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